再來關心的是立法院在本會期將可能會通過核四公投案 因此反核團體就請來了多位的反核前輩 宣布將從國慶日開始環島接力行腳 在最基層宣揚反核理念 而台大醫師柯文哲也特地前來共襄盛舉 10月10日去核四 10月10日去核四 匕首士喊口號反核團體正式宣布 國慶日當天將展開環島接力行腳 宣揚反核理念 台大醫師柯文哲也來到現場共襄盛舉 我們台大醫院核化在應變方案 就是病人送到急診處 不要讓他進來 在外面用水給他沖一沖 然後援救護車送到三種去 核廢料不知道怎麼處理 核化在不知道怎麼處理 然後50萬人口怎麼處理 這個都 這是用我醫學上的知識跟嘗試去反對核四 今天我們五代甚至以六代同堂大緩和 今年將是會合民國元年 反核團體特別請來多位前輩 五代反核人士齊聚一堂好不熱鬧 而提到核四公投 柯文哲不敢幽默口吻嘲諷政府 國民黨在講那個公投 其實我也覺得那個實在是太全謀了 我會覺得馬英雄應該把江儀化當衛生紙使用 雖然我們反對用國民國去解決目前核四的問題 但是我們心理上還是要準備引誕 環島接力行腳 將經過所有區域立委的服務處塑造選票壓力 預計將耗時84天 遲到明年元旦包圍總統府 希望這場公民的晉級 能讓政府立刻廢核 U電TV陳明燕以至剛台北報導